山西护士生命大大长 愿大家赴会增长 主是吉祥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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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了要利益众生叫悲心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把佛的种词图罗尼 带在身上 所以我们这个不清静的身体 就把佛的力量布施给众生 特别我们有排位超度 各位森林总来走去 特别第一个大水求众 叫灭罪成佛众 任何一个众生碰到这个众 他就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带着人消除无量业障 所有诸佛菩萨的功德 化成光融入在你身心 大水求众 第二个各位强念的 六支大名咒 带着这个咒 我们连呼吸都在利益众生 当然各位听我这样说 如果你有信心 那你会觉得太重要了 这个比黄金珠宝还重要 因为能够利益众生 也因为利益众生 我们自己就得到了利益 所以现在的科技 把这九种咒 都十种放在一起 内外都是咒 这也是居士的发心 那各位将来自己可以印 印成各种众生喜欢的样子 颜色 然后呢 给它们带着 所以每一个咒都代表无量的意义 甚至你看到水 你上面给它写一个咒语 这个水就有这个咒语的加持 甚至各位经过一个水池 哪怕是一个湖泊 很大 你给它念个大倍重 那这里面就有大倍重的力量 随着你的悲心 你的悲心越强 维持的时间越久 就像七天 两个七天 四十九天 两个四十九天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就会 升起更大的悲心 因为这个悲心 就像初一的月亮 就感到初一的光 到了十五的圆满的心 就有十五的光 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 当然我们希望自己达到十五 一切圆满清净 而且骗一切处的悲心 所谓骗一切处就是 你对佛教徒 非佛教徒 你对亲人 或是恨你的人 你都平等 这个叫舍 冤亲平等 那你的悲心 才不会有障碍 如果你自己烦恼 贪嗔痴又很强 那也会障碍到你的悲心 所以就像开这个光 我们希望开到地 那个亮度才会够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发起了 愿成佛帮助众生的菩提心 那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那个悲心 那有那个悲心来念佛 来诵经 来词咒 来做焉供 那力量当然不一样了 所以在经历里面 记得很多 过去佛 你这种悲心菩提心 为众生供一朵花 就被授记 或是点一支香 就能够体悟真理 所以简单的说 学佛让我们达到生命最高的效率 为了要达到这个效率 所以不要起心动念 就像我们来这么远的地方 受保管载戒 来去短期出家 就是要去除事先的 事间的这种杂染 欲望 分别 那这样比较容易开发自信 就像水清了 欲也就明了 但是如果各位来参加法会 还有杂染心 还有分别心 还有特别的动机 不好的 那对你就很大的伤害 所以 要保持这种激进 就像各位这几天练习 打坐 打坐的时候 最简单的打坐 就是什么念头都不起 保持自然的状态 然后平常我们是在喜欢不喜欢 然后呢 开始静坐 叫子的时候 如何恢复自然 所以当然透过呼吸也可以 透过念火也可以 或者你在身体里面 精醒很专心的注意你的脚步 或者注意那个风吹到你身上 或者太阳晒到你身上的感觉 这个只是一个让我们先脱离世间红尘 或者一个执着的记忆或痛苦的记忆 执着就是你爱 你想要去抓住它 或者痛苦的是你要排斥它 把这些都超越掉 各位要念习 走路的时候 每一步踏着起来 你要感受到脚贴到土地的方法 呼吸的时候 进出进出 然后你要去试试看 让自己能够指 就是肯定专注 然后你专注了 慢慢的把这个专注移到 真理的思维 思维无常 就是说我们看这么多经典 八大人厥经 心经 然后你要把你的心 跟这个经典的法义连在一起 那这样还不够 是这个法义跟你生命有没有关系 你明明知道无常 你知道吧 思维 那你为什么还在追求这个无常 你还在贪恋这个轮回呢 或是世间的快乐呢 那当然就是没有深深的去思维 你才会去执着这个世间的快乐 当然我们常讲一句话 佛教里面所讲的快乐 什么叫快乐 就是没有痛苦才叫快乐 如果你还去追求一个快乐 我看到这个花很快乐 我看到那个人很快乐 那只是一种痛苦 所以特别是我傍晚再见 让我们没有欲望 晚上不吃 不去看电视 特别现在这边手机又不太通 最好 最好全部不通 然后 那个时候你就会专注 专注在 你应该专注 如果这个世间有太多的 我们叫红尘 那就会让我们的六根肮脏掉 我就不清静 因为你想要去看 所以我想一个佛堂 布置的都是这些佛像 经典 或甚至要回向的对象 可怜的对象 它就要让我们引起这种清静的念佛 看到自己 所以文殊菩萨是自己的智慧的显现 所以 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圆满佛性的展现 观音菩萨是慈悲的显现 所以 如果你有悲心 那你跟观音菩萨就相应 所以 当然最大的功德 就是让自己保持这种佛性的状态 你戴不戴这个都无所谓 因为你的言而逼得生意 都是在那种 最好的状态 就是利益众生 就像 点亮了 然后他们的黑暗就消除了 我们点亮了 就可以引导他走入光亮 不然世间人都在黑暗里面摸索 摸索 然后 要让他看到 真正的快乐 极静 就像当初 设立佛尊者看到马圣比丘 就像当初 希达脱太者看到 天人 世间的那个出家人 因为他看到老病死 他惊吓了 因为在皇宫里面 他没有去想过这个 或者看过这个老病死 结果 第四课看到出家人 把他连在一起 所以 事实上这个老病死出家人 那是天人 四线 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师兄弟 所以 大梵天也跟 忽明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在兜率天主 忽明菩萨 请求忽明菩萨 转世到人间 度众生 那这些 饭天天神说 如果你去投胎 我们一定会创造姻缘 让你 益起你的愿力 老病死 出家 所以我想 讲到这个就是说 各位 解散员很重要 就像各位在这边 做焉供 观想放生 回向超度 那这些众生 他升天 升天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 他过去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 是想到 他为什么 能够升天 原来是各位 帮他回向 做焉供 饿鬼升天 所以他就 非常的感恩 想要来回报我们 所以 那我们如果 一直这样 解散员 回向 甚至各位 在森林里面 沙沙甘露 沙沙蜜 知道那边 有很多兔子 沙沙豆子 花生 那 生生世世 都在 一直跟众生 解散员 所以同样 你手上带着 这个九个咒 如果你会念的 你就观想它放光 按照经典是 蓝色的底 金色的光 当然如果你 深入在研究 每个咒 有每个咒的 种子字的光 都可以 然后这个光 就射出去 射出去 去帮助众生 当然 释迦牟尼佛的光 是从他的心间 是从任何一个地方 显现不一样的光 所以释迦牟尼佛 有一些去菜市场 去菜市场 有一个老人家 在卖鱼 然后呢 他边卖 边在那边叹气 所以我一辈子 卖鱼 这么辛苦 结果我儿子居然死了 不然他就可以 接我的事业 我不用这么辛苦 他这边怨天尤人 那佛陀看到了 就笑 这个不是不慈悲 从他的牙齿就放光 照了这个老人 还有呢 他意念的死掉了 儿子整个市场 那时候一只鱼还正在跳 等一下就要死了 那这个老人就抓这只鱼 准备让它死了 要卖掉 那佛陀连这只鱼都照下去 放光 超度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阿难就问佛 说佛啊 你刚刚笑 为什么呢 佛陀就说了 这个老人一辈子都去河里面 去抓鱼 拆散这些鱼的家族 因为鱼是成群的 虐待他们 他都没有讲到 伤害鱼 破坏他家庭 伤害他生命的苦 但是呢 他就在抱怨 他儿子为什么会招死 你看他们 一不一吃 哎呀 我给他放光 所以 第二个呢 你看那只鱼 那只鱼 过去是一个天人 不可一世的天人 寿命拔食一劫 这么长 专门修空观 和进入空定 但是他执着那个定 所以寿命这么长 结果享受了这个天人以后 现在堕落这只鱼啊 正要被杀 所以佛陀给他放光 叫牙齿放光 因为市场人都在杀身吃肉啊 也超度了这只鱼 所以我想各位 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去做 只要你有一个悲心 看到一只鱼要被杀 看到一个老人 身体不好 或是犹豫症 等等 那你就给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要施咒 当然法门无量是因为血 因为众生 各种的众生 所以 哪一天 大家如果很认真 修到有他心通 那你要知道 他在想什么 他的烦恼是什么 像佛陀一样 究竟了解 就可以真实去帮助他们 所以刚刚那个故事 还没讲完 结果佛陀在放光的时候 跑了一只猪 全身都是粪大便 猪来市场 要找野菜吃 大家都赶快闪开 佛陀呢 还是笑一下 给他放光 阿弥陀佛就问 佛你为什么要笑呢 佛陀说 在无量无量事以前 我刚开始修行 做一个三宝弟子 然后呢 我虔诚的首五节 做善事 精进的百千 三大二生七节 最后成佛了 这一猪在我 那一世无量节前 做三宝弟子 首五节 他就是我 住在我隔壁的 邻居 但是他无恶不作 自己家里还开个神坛 不但开个神坛 专门用骗人 甚至骗女人 所以无量事的轮回 我已经成佛了 他现在呢 堕落一只全身 发臭的蛛 佛陀依然给他放光 愿他能够脱离 无死劫来的无名 所以这个经验里面 叫三孝因缘 所以佛陀呢 讲到放光 那么他看到众生 然后就从不一样的地方 放光 也借这个机会 跟阿难说法 那为什么佛陀 特别要跟阿难说法 因为阿难会把佛陀 这种因缘果报的真理 透过阿难传流下来 虽然我们 现在不是身在佛的时代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各位要深信 真是如此 这个世界 就是如此 好 那各位刚刚做了 实时 那这我们法师说法 希望这几天 多一点交流 讨论 简单地说 第一个 如何消除自己的业障 要忏悔 第二个呢 超度 无始劫来 可能你旁边有一些债主 众神亡魂 你经常胃痛 你经常头痛 那 那你要找出 他到底的因缘是什么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加持 在你非常有信心 悲心的时候 做个烟共 撒个米 超度的重视 无量无边 你自己可以 了解 所以对你来讲 就不会退转 所以要把 佛经里面所说的 每一个 一个行为 思想 你要印证 你要自己去印证 任何一个行为 因为这个叫缘起 各位要念习 我跟树有关系 我跟烟有关系 我跟牌位有关系 你千万不能 与我无关 代表没空性 所以就像各位 坐个游览车 从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 每一寸土地 花草树木 那边的天空 那边的云 那边的水 都跟你产生关系 这个叫随缘 你要广度众生 你不要在车上打瞌睡 那就浪费了 浪费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跟每一部车子 每一个树 路边的一切都要结缘 只要你用的悲心 这个结缘就有点像阳光 晒在你身上 你要感受那个热度 你跟所有的花草树木 你都要感受到 你跟它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两天 各位要做这种森林禅修 并不是你在 我在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 我只管我自己 我管你花草树木 那这样你就不会修了 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经过的每一片土地 花草树木 都跟阿弥陀佛连在一起 我是跟众生连在一起 在念阿弥陀佛 我们归一三宝是引导了 所有众生归一三宝 父母为首有情重 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 因为所以虽然我们发普利心 但是不能走路严绝 走路严绝就是 你忘了跟当下的情境众生 合为一体 合为一体还叫空性 那各位要 因为很寂静的地方 你很容易感受到 我能不能跟他合为一体 如果你能够合为一体 真是你看到一个鬼 你都不会怕 为什么 我马上在念佛 鬼就变成佛 你可以转化他 因为你现在跟他连在一起了 就像我们学佛了 妈妈在生病 我好好的念经回向 他会好 这要透过你的实修 你了解信心 所以我们来回向 我们来操作 没问题 那你要一直一直这样感觉 如果大家很认真 事实上外面那个烟 只是一个把东西烧掉的烟 但是透过我们的信心悲心 他可以化成甘露 因为这是我们的愿 按照佛经的愿 可以让恶鬼升天 可以让这边土地聋人欢喜 也可以拿这个来供养诸佛 上供下施 所以万法为心照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要感受到 所有的花草树木 风 风吹到你身上 这个变成阿弥陀佛的风 所以上面挂了这么多金凡 二十四护法诸天 诸佛菩萨 就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加持 那各位这几天在圣灵里面这样走 或者打坐的时候 你要让自己 先学习自己跟树融在一起 跟风合在一起 跟水合在一起 让自己变成没有分别 不然现在有个分别 它是树 我是人 事实上没有树就没有人 没有人也没树 因为我们必须要得到树的氧气 树得到我们的二氧化碳 那树不能够离开地球 水 阳光 矿物质 等等等等 特别这些老树 有时候年纪都比我们大 甚至很多树神 他起千年 他都看过佛陀的 所以佛陀做了多少次的树神 来利益这个世界 这个树神可以给几千万的 蚂蚁 鸟 松鼠 各种雾命 这里面每一片树叶都有一个树 树魂 变成它的家 所以这片树叶枯掉了 掉了 然后它变成短命鬼 然后它马上要去换另外一个 然后就不断地轮回 如果各位 你这样去看世界 你要专注 专注 一般人说我拿个背包要去上班 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旁边的花草树木 我就看时间时间 不能被扣薪水 但那一天你 那一天不是要上班 是出来散步 那时候你就会可以感受到树的花草树木的美 跟它存在的必要 然后你就会融入于对方 乃至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苦跟热 所以我想一块大石头 有人会看出它 它想让一个什么样的动物的情境出来 甚至感受到这个石头在想什么 就像玩玉的人 他可以知道 那个玉 这个玉对他来讲是有生命 所以我想这些地水火风 你如何融入 但是讲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还在烦恼 我的贷款怎么办 我的婚姻怎么办 我的身体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办法 融入在那边 就像各位打坐的时候 哪一个不会酸痛 都会的 它只是一阵来一阵去 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能够做到清安 就感受到你没身体了 你身体跟整个地球世界 或是你观想的情境和微体 你就进入那种层次了 但是佛会说 也不能去享受这种禅的快乐 乃至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八卦 刚刚讲那个空定 那已经到无色几天了 如果你去执着这个 那福泡享受完了 你还是要堕落 变成一只 粪粥 臭粥 还在轮回 所以我们是要去分析 分析一切 甚至来转化一切 所以把烟变成甘露 把水变成甘露 把阳光变成甘露 所以看到阳光 各位都说 你不动佛 那是你不动佛心中 甚至要感谢太阳公 对这个世间的加持 所以阳光变成佛光 阳光变成世间福报 那是荒草树木的住原 那这样去互动 所以如果你问我学佛是什么 就是以世界和谐 以众生和谐 我是人 你也是人 我们希望对方快乐健康 这是暂时的快乐 进一步学佛的 更希望对方归一三宝守戒 有人天福报 进一步解脱 进一步能够成佛 所以那一针马也 所以我们修行佛法 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成佛的因 是所有众生都具足的 一只蚂蚁也具足如来藏 成佛的种性 所以如何帮助这一只蚂蚁 脱离蚂蚁的这种业宝 进一步生为人为人 狭满人生 那他在做蚂蚁 我现在在做人 那我更不要浪费 所以人生宝 体悟生命无常 所以我更要精进 虽然我在精进 但是要帮助这些蚂蚁 这些无形的众生 一只鸟 也都能够脱离他的夜报 也都能够修行 那你要 对自己跟对所有众生 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但是你一定要去 很认真的跟他合在一起 所以世界是我们的母亲 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就像我在 做个比例好了 我在房间 那我不能只想我的事情 我在想 等一下我要来上课 那我要讲什么 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我把这些书 看了好几本 看这些经典 可以增加讲话的内容 但是重点还是一个悲心 就是希望 对方得到利益 那你不能说 反正我现在没事 我可以做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这样就可惜了 所以不要舍弃众生 就像各位坐在那边 那我坐在那边 能够对我的前后左右 等人 以及旁边的牌位 跟这个森林道场 跟整个荷兰 能不能产生帮助 只要你生起一个 真实的悲心 感受到众生的苦而乐 愿意承担 你做什么都在利益他们 连呼吸都在利益他们 特别各位也会 也会念众语 那你要开始保持这样 不间断不间断的念头 每一个动作 但是不要太注意自己的动作 而忘了众生 所以有时候在修行 他们饭菜什么拿 很认真没有错 但是你走过他面前 他不理你 我才关心我这个筷子 对不对 这样也不对 因为这样你 你只有自立 我们要达到 自立为了利他 我这样做 我这样专注的 保持菩提心 是为了利益 走过去的 风吹过来的 那些蚊子 那些 有形无形 你身体洗过澡 就像我们外面在 遇佛 任何一个水 经过佛性的加持 那个水就化成吉祥水 不可思议 所以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 都怀着菩提心 也在念了这个 欲佛记 那你洗澡是个功德 所以 那为了让我的洗澡 成为功德 为了让我的刷牙 变成功德 那你的一口水 因为你念便士咒 你念了这么多经典 所以你的一口水 都化成甘露 哪怕吐一口痰 都可以利益种子 哪怕你生出来 排出来的大小便 有时候你会忘记 念这两个座位 就是把 净房里面的 这些大小便 都化成甘露 去利益 利益众生 愿他们用脱离 大小阴鬼的痛苦 升天 去净土 你会加你 往生净土 重点是你有那个念头 当然有人问我说 上厕所还可以念吗 重点是一个悲心 你现在念的是 对对方有帮助的 你千万不要在厕所 看到占领法师 师父 阿弥陀佛 他要怎么回答 我们讲的是 对那些可怜的 所以 当然讲这个 学佛 威仪 各位还是要看一看 在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 师父在打坐 你就不要给他 哭哭哭 所以有些门口 还会贴一个 你就不要去动它 灵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是你自己 明明看到一个贴子 结果你不看还哭哭哭 甚至有人在打坐 还把手机开着 你明明要让他来吵你 那是你自己不想入定 你想入定的时候 手机都要关掉 再来 虽然很吵 你也可以入定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预知到的 现在机器的声音 人在讲话的声音 这是你预定知道的 所以你还在讲课 你也透过你的声音 所以声音 重点内容什么 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声音发出来 有没有悲心 也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悲心 内容再好 叫箍照乏味 所以两个都要 你的声音要有悲心 然后内容要符合佛法的加持 我们讲的是佛法 不是我的想法 这个观点很重要 你的想法跟佛法差很多 我们只是透过世间人的语言 方便 要表达佛陀的教法 因为我的想法不重要 因为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加持 但是如果我们对佛法有信心 去思维 又有一个悲心 甚至愿透过自己的语言 表达佛法 那那个时候你全然放下 这个叫自信流露 那每一个佛都会加持你 你的声音思想 就不离开佛的轨道 那时候再帮助众生 所以你就会把握到 什么情境来唱歌 是最好听的 就像你要唱母亲 那你要观想母亲 对我们的爱 然后唱到流眼泪 那现场每一个人 都给你感动 也流眼泪 都想到妈妈的伟大 那这首歌就成功了 而不是在唱歌的技巧上面 所以而是那种 对母亲的感恩怀念 而感动了别人 所以我想 那特别要超度这些 刚强难服的 甚至要伤害别人的恶魔 那佛法教授我们 那就是唯一的武器 就是大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大悲无畏 不用怕 所以特别 这种地方的好处是 各位你晚上睡不着 你就一个人走吧 走走走突然来到魂牧 你看说好幸运 还超度 因为你要征服你自己的畏惧 怕孤独 怕黑暗 那这个就是一种 我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 打坐的时候你都会怕 怕到我打坐 进到一个黑暗的地方 然后听到什么声音你会怕 那你也没办法坐 因为什么声音都会有的 如果你打坐 但是你要去分别 你要追求的是什么 你要追求的是看到自信 来自感受到佛的慈悲 而不是这些杂念 所以外面也有声音会干扰你 这里面的烦恼魔也会干扰你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要请护法 所以我看一本经里面说 前南菩萨观公跟释迦牟尼佛的因地 两个是一起修行 一起发愿 那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感受到众生苦 发愿成为众生的医护主 要来普度众生 那前南菩萨发愿 要来守护所有精进修行的人 以及满足所有贫穷人的善愿 所以在台湾观圣地点叫恩主公 你要求什么他 只要是善事他满你的愿 但是他护持修行人 但是他的轮回 过去做过龙王 为老百姓被断头 后来成为观公讲忠义 被断头 但是后来成为就像执着被断头 后来智者大师度了他 发菩提心 我想这个都是一种视线 那智者大师就是小释迦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一样又连在一起 要互相帮忙 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个 然后你去骑请 当然各位如果有一个观公咒也很短 甚至你不一念咒 你要直接骑请 切兰菩萨或是观圣地君 他都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台湾人在重要的事情做决定的时候 都会跑到台北市 最感应的行天宫 观公 在那边 搬杯 到那边去就是特别准 就很奇怪 连请都不用请 像你在这边搬杯 把老万天乱跳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不像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早上已经齐请了 希望诸佛菩萨 这十几天都降临加持 如果我们的心悦虔诚 然后我们守的戒律 越圆满 那这佛菩萨 戒在者佛在 力量就越大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要 等一下就也会发给各位 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们回答一下 就像今天傍晚在 明天 今天还要吃晚餐 如果晚上不用吃 你看多快乐 就不用花时间 在那边撑饱了 还要去散步 让它消化一下 免得长胖 又不会昏沉 所以晚上不吃 第一个少病苦 第二个断欲望 就没欲望 没有欲望 第三个不容易昏沉 容易入定 大小便利 更重要的 恶鬼不会吐火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很多法师虽然 在寺庙为了度众生 要吃 但是他们在四点半以前 一定要把蒙三四十做好 所以 先让这些恶鬼道 能够满足 那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们先回答 网络游戏中 提升等级的时候 要杀很多游戏中 设定的怪物 是否需要 忏悔并超度 站在 生文戒 就是说 就是小秤的 它是以行为做戒律 你真的去杀才犯戒 但是站在大秤佛教 你有杀的心 就犯戒了 叫菩提心 菩提心戒 所以一个修菩提心的人 绝对不会就往 就往那个网路杀来杀去 因为你就是 一直在种下那个杀的业 杀的种子 对你将来非常不好 所以 但这种情况 那看什么样的动机 所以小秤以行为做戒律 大秤以动机做戒律 所以你这个动机是杀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 各位真的现在年轻人 喜欢玩网路 你应该去设计如何救 大家来玩 救 用以救为主题 来成为他的网路 那这样可能 帮小朋友就很大 我救了很多老人 我救了很多鱼 他用网路的方法 我救了要被杀了一只牛 这个就很伟大 这个真的是救 救世间叫善巧方便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做烟供 也是一种救 做得很香 我们念老万天 希望他可以超度这些中阴生 什么叫中阴生 刚被杀掉了 中阴生以味道做食物 这些恶鬼道 很多恶鬼道以这个做食物 而且以这样的上供 像是马上可以回向 这些病苦者 亡生者 所以我们也是在玩网路一样 这种心灵的意志 所以希望能够救 所以因为这样就培养了 悲心累积了质量 但是这个网路的砍来砍去 还得了 所以各位要设一个 观音救苦 观音菩萨怎么去救 地藏下地狱怎么去超度 看谁超度得多 那这样对世间帮助很大 所以当然在心态 必须要忏悔 所谓超度 那当然超度 也必须超度这些烦恼魔 真实被伤害的众生 就像各位 你吃一颗鸡蛋 你过去吃过鸡蛋 那你要记在心里面 所有的母鸡 所有被杀的小公鸡 小母鸡 所有经过配种 那些母猪母鸡很可怜 那我吃了鸡蛋以后 然后你就要开始 关心他们来忏悔 超度所有的这些 那难不难 各位 观想很重要 所以观修 观修是金刚秤的重点 观修的时候 自己变成本尊 变成要师佛 然后呢 如何去超度这些母鸡 小鸡 所以为他们念要师祖 那观修他们 脱离他们的射身夜报 也成为流离光的身体 而往生净土 那你过去的这些 杀业就变成一种 很好的助缘 这个叫金刚秤 叫转化 小秤是消灭贪秤次 然后呢 大秤呢 那他是不起贪秤次 就失为空隙 那秘秤呢 所秘秤次 当下利用这个逆境 逆缘转为道用 这个贪心越强 则铺提心越强 所以把这个贪欲转为 我如何帮助更多 所以 但是这 各位在修行的时候 是三个合在一起的 也是我们这一次 希望 这几天的课程 要把修行佛法 这个叫法华性 叫一秤 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但是你要成佛 那怎么样 最快的方法 成佛 但是不离开 人天秤 小秤 大秤 密秤 合起来 但是不要把它裂开来 归属哪一个宗派才修 这样就 太可惜了 再来 男女之间是因为有缘 才做夫妻 但为什么又是一种业障 而且有障碍还要还的表现 那是因为动机 所以有一句话 相欠才会相见 相见才会相爱 相爱才会相恨 你没有欠怎么会见 没有爱怎么会有恨 所以 那当然是有一点因缘 但是你要转 修行就是要转 转念头 这个痛苦来了 我如何转念头 这个欲望来了 如何转为悲心 但是你不要跟着感觉走 因为你要保着正念 你还没有学佛以前 哇 这个人惊鸿一瞥 很多人不想他不行 不爱他不行 那是一种业障来了 所以它是你如何转化 你自己也不能陷下去 如果说你都因为跟他有缘 所以我没办法 那你就没有再修行 所以我们叫染污门 跟清净门 你不能走入这个流转 染污的 你要转化它成为一种清净的 利益对方的 你不能随顺这个 所以之前我们还没有学佛 那你这样做还有道理 你现在学佛了 还故意这样做 那就没道理了 那只是说 现在就是忏悔业障 对不起对方 因为当初他勾引你 还是你勾引他 那我们只能怪自己 是你自己也勾招他 所以 但是你要了解 你这个勾招 当然 这个缘不是刚一个单纯的东西 你跟他结了很多缘 这里面有感情的缘 也有付他债的缘 也有被他打的缘 都放在里面 但是你拉起一个 其他都要全部拉起来 你不可能在 在永远谈恋爱的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 何必当初 没有当初这个贪 就没有后面这个问题 这就是阿罗汉 为什么要断除贪嗔痴 他可以赶快入你的盘 阿罗汉如果活着 他这个夜暴体 还是要享受夜暴 就像木剑年 要被打死一样 只是佛陀要劝他们 回小向大 所以除了没有贪嗔痴 还进入空性 没有我 没有我在被打死 那你才可以不断地 来轮回广度众生 所以讲到男女问题 当然最障碍修行的 就是男相女相 不管男男或女女 现在外国还流行 同性恋 反正都是欲望 所以那如何你去转换 那欲望越强 转换的空间越大 力量越大 如果你对人都没兴趣 那你就不会度众生 你不但要爱人 还要爱男人 还要爱女人 还要爱狗 还要爱鬼 那你的力量才大 那你如何去转换就好了 这个也不会很困难 你把你爱儿女 爱那个人的方法 去爱所有生命 这个叫修行 你要强迫 要强迫你自己 就像你是一个爱女孩子的人 现在强迫你去爱男人 这个叫修行 你可以做得到 因为你把爱你的方法 来爱老人就好了 希望关心他 对他好 那你要修行变成习惯 习惯去这样做 因为对方有感恩的心 你不是以欲望为动机 是以感恩的心为动机 对你来讲 就没有问题 像我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结过婚 我自己学佛以后 我就觉得我要断男女欲望 所以我守一整年的八万再戒 我心里发这个愿 但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正式守戒的前一年 我想说 我将来一定会出家 我会守这个戒 那现在两年 前一年 我都对我太太 非常好 非常好 后来我那个时候想法是 我居然可以变成这样 我以前在我太太生完小孩以后 我对她就没兴趣了 因为她变成是孩子的妈 然后身材又变了 没有兴趣了 那是因为我学佛了 然后我应该要对太太好 而且我计划将来要出家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她 我发觉说 奇怪 兴趣又比以前更强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欲望 那时候是什么 感恩的心 所以 所以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为主 是希望对方快乐 陪她去逛街 陪她去看电影 她去卡拉OK 我也陪她去卡拉OK 那时候有感恩的心 有另外一种快乐 所以我就经常跟那些男人说 生命的第二春 不是找另外一个男人 另外一个女人 是你改变心态来对她好 你会觉得 她再怎么胖也是没有 她再怎么秃头也是帅 可以改变的 原来这个世界是心态改变了 再来我就要进入出离心 所以我要走 不可能再跟她睡觉了 再来我就永远不会跟她再讲话了 因为我要出家了 我的心你不会再去想到她了 所以我只会回想给她 但是没有男女的想法去想到她 所以各位你要自己去征服自己 比如说你要出家 那你放不下儿子 我有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是我要自己要修的 我师父说这个我没办法帮你 你如何把你儿子从你心里面拔除掉 这个拔除很难听吧 就是不让他放在你心里面 你对他只剩下一种平等的悲心 而不是执着的父子之情 那你要自己去转换 如果你没有去转换 就跑来出家 对你就会有伤害 那我师父说这个我不能帮你 要靠你自己去思维残修 所以我认为各位也利用这段时间 你要问问你自己 所谓拔除不是你舍弃对方 只是说你才有佛法来帮助 如果你很执着你的先生 执着你的儿女 你就没有办法用佛法来帮他 因为有障碍 你就看不清楚真相 不客观 太主观了 太主观你所讲的佛法 是给对方一种压力 所以拔除是为了更爱他 而不是舍弃他 那各位你要征服 特别各位要受 所谓的八观在戒 就是要修处离心 所谓要受菩萨戒 是你要平等地去爱一切众生 你不能心里还放着 你特殊的儿子 或特殊的哪一件事情 那这个你要自己 要去问问自己 有人对钱很执着 有人对感情很执着 有些人对健康很执着 这些都不是空性 所以已经有这么多法师 特别我们有三位比丘尼 我们会分主 结过婚了 找我们战绩法师 他结过婚 生过小孩 没结婚了 找我们新一法师 新九 因为他们没结婚 对不对 那你没结婚了 可以跟没结婚聊聊 要跟结婚的聊聊 所以我们男众有那么多 当然都可以很客观地 来讨论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西方国家 他们不喜欢这样 一直讲 他们喜欢做原作 他们一直讨论 这种心灵交流 有时候真的有帮助 特别以前我在监狱辅导 那些吸毒的死刑犯 甚至这个人想要自杀 那监狱就会把这个事情 交给我们 我对我非常帮助很大 我对对方有没有帮助 我不知道 但是我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可以深入他的心态 然后我就会想说 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为了要帮助他 我会弃强佛菩萨加持 我讲的这个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只关心自己 而不去关心别人 你绝对不会开智慧 所谓佛陀的大波涅槃智慧 他是对所有众生的烦恼 都有帮助的能力 只是有没有缘 那为什么他可以帮助 因为他深入到 每一个众生的苦跟乐 他把众生放在心里 就像我们把儿子放在心里 把妈妈爸爸放在心里 你就会一直去关心他 那我会特别强调 各位你每天都会像 你的爸爸妈妈 妻子父母 历代父母 像我 我这个人会一直查查查查查查 我在荷兰都出生过三次了 我每一世的父母 有没有超度 我每一世有没有结婚 我都查 有没有儿女 我都查得很清楚 然后 我虽然没办法度众生 但是对这些有缘众生 站在解脱道 我必须先做 我从有缘众生超度完 我才可以无言大尺 可以帮助这些所有的友情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不能说 反正我在修行 我不用管我爸妈 有没有超度 不能把这种西方的观念 带到真理里面来 特别各位说 菩萨界是以父母为主的 以祖先为主的 不孝顺的人 不可能得到佛法的加持 所以各位要怎么样的去孝顺 所以曾经我们以前 有个出家人 我父母都死了 所以我来出家 我说你先去老人院好了 我就问他 你再次你爸妈 你有没有百分之百孝顺 他不回答 我说你先去那些老人院 把里面的一个男的一个女 当做你爸爸妈妈 把他服侍得很好 你再来谈修行吧 不然你没有资粮 没有功德的 你会饿死的 你又不孝顺了 连土地公都不理你的 那各位这个要 你就要去实修 然后你能够把 把所有的众生父母 都当做你自己的父母 那就是一种平等悲心 那时候你会很急 我要赶快成佛 不然我怎么可以帮助 这么多的众生父母呢 那你就会发起菩提心 那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的父亲 已经往生两三年了 我天天回想 我天天供饭都回想 供养爸爸 我妈妈还活着 供养妈妈 我都要观想 我所有的饭菜 所有的功德 吃个水果 我都要这样观想 并不是爸爸不在了 就不用吃水果 这样 那这个因为对你很重要 因为你对待你自己的 父母的方法 去对待 所有的人 我的丈母娘 95岁了 还活着 有几个老法师 对我的关心 超过父母 我天天都要回想 那对我来讲 那你以这样子的 对境 感恩的心 去回想给众生 所有的众生 所以当你在想到 你妈妈的时候 突然一只兔子跑出来 我问各位 那只兔子 有没有做过你吗 百分之一百 你要知道因缘 你在想你妈妈 突然一只兔子跑 那只兔子就是你妈妈 不信你去拔背 为了如此 不然你不会相信 所以后来 你就不用再问了 为什么 没有缘的 不会靠过来 你看不见 碰不到 所以你要不断地回想 现在他们安排 我住那个地方 隔壁有一位出家人 在闭关 那我在想 这个出家人 一定是我 素质很有缘的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 因为他在闭关 我连他男生 女生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 只要我醒的 都要回想给他 因为 一定非常的缘分 很深 可能我跟他语文 不能沟通 但是呢 我一定要 用我所做的功德 来感恩他 回想给他 这是我该做的 然后他也一定可以感受到 感受到 所以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感应道教 互相在 做一个正面的交流 所以我想 每一个佛都对我们 百分之一百的关心 各位你要感受到 佛菩萨对我们的关心 和感恩 这个很重要 我强调这个是 各位你要 恢复你的柔软心 那种好像一个 幸福家庭的小孩子 如果你还是认为 你是个孤儿 那你很难修 对不对 因为你自己都 都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是个悲剧人物 你怎么可能去爱众生呢 所以要感谢到 父母对我们的恩 诸佛菩萨 对我们的爱 关怀 然后我们要 好好地休眠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诸佛菩萨 站在菩萨 让他更有好好的利益众生 这才是对诸佛菩萨 最好的供养 慈悲才是最 最圆满的供养 那我这样讲 各位要养成习惯 就是说 不管你在做什么 或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 突然念头换了 你也不用 你又随从这个念头 去关 没关系 现在念头要叫你想到妈妈 现在念头要叫你想到爸爸 现在念头要叫你想到男女的问题 贪欲 贪欲怎么化 你也不要逃避他 把贪欲化为最高 转为活性 这样就好了 这一点不太容易修 但是 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修的 因为有些人 欲望强的人不能修慈悲观 欲望强的人你修慈悲观 那你会被欲望抓去 那佛陀都有制定 所以如果真实要断我执 那经典就告诉我们 一定要亲近已经断我执的善知识 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找到 那你可以齐请 某一尊佛菩萨 代表断我执的佛菩萨 比如说 爱染冥王 或是咕噜咕噜佛母 比如说 你现在的感情上一直不安定 到底要出家好呢 还是要结婚好呢 对不对 或者是两个夫妻还弄不好呢 那你要去请 作名佛母 作名佛母就可以把你的感情 升华为菩提心 那你要去看她的形象 修她的遗鬼 念她的咒语 或是去帮别人转化 他可以把她勾招转化 那爱染冥王是把她断除 它是用嗔恨像去断除 然后呢 作名佛母是用 用极境像 很漂亮的这个女人 拿着莲花勾招去转化 那这些方法 各位要学 对小乘的贪欲解决 对大乘是持戒 对密乘是转化 这些方法 因为念头来了 你就去思维 思维哪一天你会发觉 这个时候突然你看那一本经典 所以各位你桌上最好 随时摆一堆经典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一本放光 我要你看 因为佛菩萨他急得不得了 只是因为 他可以了解你 但是你看不到他 很可惜 就像莲花生大师说 我希望你欲念我 念我的名字 我希望你 那我就可以进入你的心 所以 但是并不是他不关心我 每一个佛菩萨对我们都一样 特别各位今天 要来到这个地方 受宝文哲戒 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诸佛菩萨早就在那边等 你的父母祖先等着超度了 你的冤亲在主准备把你砍死了 不让你受到戒 所以各位一定要 忏悔 一定要 回向给他们 要有感恩的心 更齐请 更齐请诸佛菩萨加持 所以 这十几天 你要当做大手术一样 已经签好一数了 这家进的手术房 不是死 就是火 搞不好出来 半生不遂 你要有那个决心 对你才有生命的改变 融入 再来 在我们家乡寺庙 他们信奉一位尼伯尔法王 他们有供灯小组 很精进 一次会供灯三千多盏 但是这位尼伯尔法王 告诉弟子可以吃肉 所以我对他没有信心 不想皈依他 所以可不可以 只参加供灯小组 但同时听生命电时台 来学佛 如果按照经典 修大乘佛教 是不能吃肉了 那你要吃肉 是你已经到达一个圆满的阶段 吃它是超度它 可以 我们不能依照哪一位法师 或者法王说可以吃肉 我们是依法不宜人 这样你才不会落入 一种 一种 依人不依法 所以我想 因为如此 那我们取其长处可以 但是如果你去参加供灯回来 都觉得会生病 那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呢 平道不合 他们那边是水洗吃肉 那你来修悲心 所以你去参加 那你就不舒服 因为你的护法神也会有感应 所以站在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去批评 因为 每个人又每个人 不能说吃肉不能修行 不要这样讲 对不对 吃肉也可以修行 但哪一天因缘成熟了 他可能就不会吃肉了 只是他现在因缘还不成熟 那我们可以多回向 那是因为在当地 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你有机会去尼泊尔 吃肉 葱蒜 这正常的 要我们就沿着鼻子跑出来 所以我身上永远都戴口罩 因为很痛苦 很痛苦 因为特别那个冲蒜 一吸进去 你没办法打坐 三天没办法打坐 一个月没办法打坐 你那个气没有排掉 没办法 你全身不对劲 所以要看你自己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 就不相应 就不敢进去 就像你这个人 很清净 假设你在修清净型 然后就会有一个 昏食的餐厅 叫我们去吃饭 你一进去就肚子痛 回来就脱痛 这样 然后对你就是这样 再来很多这些 这些众生就负在你身上 因为他要得到你的功德 那你就要超度他 那如果知道如此 所以有很多老和尚 你能给他一个碗筷 他都是自己带来 他不能用那个地方的 因为这个碗筷 夹过肉 就像各位 一只刀子 只要切过葱蒜 你切一千个水果 都有葱蒜味道在里面 很特殊 奇怪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 清净的水果 跟葱蒜是相克的 葱蒜的味道 超过它们 所以你怎么吃 都不好吃 越新鲜 越有葱蒜 就越难过 所以要切水果的刀 不能碰过葱蒜 因为这个葱蒜 鬼就永远在里面 那个鬼 他身体就有味道 他碰过的东西 都有他身体的味道 所以你吃葱蒜的时候 这些葱蒜 鬼 那个罗刹 就会附在你的嘴巴 附在你的身上 所以 那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去 去转化 乃至你有 有这种 甚至有些人 身上有这个味道 你叫忏悔 身上有味道 有些是真的 附着某一个众生 它会让你有味道 一种是你过去是 造了某一个业 谐音也会有味道 爱吃葱蒜 也会有味道 那我们要针对这个来 修行 修行也不能爱面子 修行觉得 我哪里有问题 我要针对它来突破 而且不但突破 我还可以帮助 同样这一类的人 你从忧郁症 变成一个正常 那你可以帮助 多少忧郁症 因为像我们 没有忧郁症 就搞不清楚 但是我家里的人 有忧郁症 我只是领受到 忧郁症的苦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弟弟 都是忧郁症 所以 但是我感受到 他们的苦 然后我没办法 去思维这个道理 我只能回向 所以至于你要不要 去参加这个 供灯小组 因为供灯 各位有没有看过 供灯你嘴巴都 呜起来 吃葱蒜 吃肉的人供灯 那个灯 会破坏它的价值 所以 那你为什么不清静的 在家里供就好了 那如果你还可以 接受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你不能接受 因为供灯要非常清静 那是个修行 就像刚刚讲 一杯水碰过葱蒜 这个杯子碰过葱蒜 装怎么水 都是有葱蒜 这个人 他在某一方面不圆满 心态不圆满 他所设置的东西 都不圆满 万法为心照 所以一个人圆满 心圆满 他任何插花 摆设都是圆满的 心歪的 佛像永远都歪一边 你看吧 你要不要试试看 所以 因为他怎么看都正 因为歪的人怎么看 当然是正 所以修行第一个 像我师父告诉我 修行第一个就是 你要走到大殿 站在中间 看这个大殿里面 所有的摆设 有没有很 端正庄严 就代表这个 住持或是摆设人的心态 在哪里 不能用钱来衡量 也不是说花很多钱 然后摆得很漂亮 代表 这个很漂亮 代表这个人 面子也不行 因为佛像 跟花多少钱 没关系 而是他的庄严度 那你有 所以你看 佛教徒做的佛像 跟传统道教徒 做的佛像 脸长得一不一样 不一样 同样是尼泊尔 释迦祖族的后代 做出来的佛 释迦摩尼佛 跟一般的 寄宿人 完全不一样 因为释迦处 有这个传承 他们来做佛像 奇怪 就像佛陀的脸 这是他们的基因 就像那个鲑鱼 尊鱼 他就知道 他那个记忆力 太厉害了 对不对 大海那么大 他知道从哪一个口进去 回到他的出生地 这不是我们人类 可以去思维的 所以每个人都 不断地在 在累积 那各位你要开发 我们叫树 先阴力 你过去所种的善阴 如果你静下来了 业障也会浮出来 这个先阴力也会浮出来 你要把这个业障 净化掉 但是你要善用 累世的资料 但是你要很平静 再来 当我们超度地基组的时候 如果他已经被超度 那是不是换新的地基组 不一定拔背 但是他会 只是 你修行的越好 你的护法神就越提升 你真的发菩提心 那你的护法神 也是发菩提心 地基组就是一个护法神 所以 至于有没有换 不重要 但是你可以跟他沟通 但重点是 一直要引导我们的地基组 成为一个 护持三宝 共修 同享功德 同样的 每天我们在念经 都会念 安土地真言 普供养真言 就是说我们念经 要供养一切众生 也让这附近的土地龙神 同享功德 他会跟我们一样提升 所以各位你写牌位 也要写一张 特别这几天要皈依 现在我们站在菩萨道 不是我已经皈依了 而是哪一些众生 还没有皈依 我们要观想引导他来 那写牌位又更好 又有福利的加持 让他真实的在这边 跟我们一起共修 所以我们的牌位 无量无边免费 尽量写 这才是比较符合佛法 再来 轨道众生一天二十个小时的生活 在每一段时间都是怎么样 看看经典以后说 只是轨道一天等于人间一个月 意思是说 他们的生活步调 好像慢动作一样拉开了 很长 所以他饿的时间也很长 我们五分钟饿 你感受到五分钟饿 他就感受到五百年的饿 这样的饿 所以轨道的寿命是五百年 那五百年你给他算 当然有些夜宝又不一样 轨道干嘛 就是整天在饿 整天在生病 整天在饥渴 痛苦 病苦 爱别离苦的状态 那第一道是 有人在惩罚他 那鬼道 没有人在惩罚他 但是他也有逼迫苦 那大鬼会欺负小鬼 那当然 佛要我们 去了解这个 那当然 站在解脱道 当他看到鬼道的苦 所以我不要去造鬼道的因 那站在菩萨道 除了自己不要造鬼道的因 还要把不造鬼道的因 回向给那些 正落入鬼道的 让他超度 那才有悲心 所以各位 你在看经典 要注意 当你去看解脱道的经典 巴黎文放过来了 你不能 以解脱道的思想 就那 所以看到鬼 然后就不理他 不知道有鬼 那站在菩萨道 你看到鬼 就像佛陀会放光的 他要超度这些 可怜的众生 只是对不一样的根器的人 他虽然讲出这个事实 每个人吸收的 不一样 再来 为何焉共 共丸的鬼道众生 都升天了 没有去极乐 有什么方法 让他们去极乐世界 站在解脱道是 恶鬼升天 站在菩萨道 我们要引导他 往生净土 所以焉共完以后 都会念 求生净土 祈愿文 或是 像我都习惯了 观想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 观想福田 弥陀皆因 愿得往生 但是 他不见得愿意往生 因为一个人愿意往生净土 一个众生 还要有素适的善根 但是 至少我们希望他脱离痛苦 愿升天的升天 愿往生的往生 那有些很执着 鬼道很执着的 鬼道执着他的家人 跟感情的 鬼道有家庭的 而且他们那个家庭 跟我们的又不一样 我们这个家庭 七八年 一百年已经很厉害了 他们的家庭 一百七十万年的 感情 附着 那个要改变 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所以有时候 讲到这个 各位要把连花 关起来 很大很大很大 把他整家都带走 这样 就要靠你自己 对他们的了解 如果你愿意很了解 正法念楚经 他可能写了 还有很多经典都写了 鬼道的一些问题 再来 家里亲人 做了十几年的企业 现在突然不景气了 资金链断裂 殷发院 建老人院 孤伟院 所以障碍公司 现在困难重重 有什么办法能拯救 公司的名称 请师父加持 我想 佛教里面 不能 说今天一个 不赚钱的公司 我们如何让他赚钱 我们不这样想 也不敢这样求 他有他的因缘 如果这家公司 懂得断恶修缮 开始累积善因 这还可以的 如果没有 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助缘 这样而已 但是 所谓发院要做老人院 孤儿院 像我也发过院 我做不起 所以我做超度 我天天还在做 希望我哪一天 可以开有形的老人院 有形的孤儿院 所有要做台的 通通送过来 对不对 那不是有形 但是那个要有 很大的资粮 但是 我们不会灰心 但是尽力 就是尽力 但是不会因为说 有钱没钱而觉得痛苦 因为心态很重要 真实有很多漂亮的花来供养 我刚才进来 今天花插得庄不庄严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这个功不堂卷 以后漂亮的不得了 居家卢花园 所以得到花了各种功德 但是就算你没有花 但是你有一颗心 这样很重要 这颗心去观想 特别各位 你走到这个草原 看到很多野花 太阳出现 它们会开 这些无主物的野花 无量无边 观想供养 树也可以供养 明天阳光很灿烂 可以供养 风很凉快 可以供养 你感觉到舒适的 都可以拿来供养 然后像我们现在在这边 风很凉快 很寂静 那你要把这个供养 给地狱道 恶鬼道 让它们享受到这种 奇境 凉风 焉共 你要融入 所以把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种境界融入于地狱 这样的意思 这就是金刚称 欧玛尼伯明 六道通通进入菩提心的净土 欧玛尼伯明 那透过你这个心态 那有缘的就可以转化 那你的心态又有缘满 那转化就越多 所以 当然希望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你希望每一个公司赚钱 都拿来做善事 那你要这样 祈愿 祈愿 你所做的修行都祈愿 任何 所有的公司 都能够 将来 走入正轨 而赚钱 然后赚钱 能够利益众生 那这样来祈愿的时候 不求自得 因为什么 因为你累积了这个善因 对你自己 就有一些帮助 不过 我认为不景气 反而是修行的祝愿 如果每一家公司 都在一个顺境 特别老实讲 我们大陆佛教 已经发展到 我去斯里兰卡 泰国 他们摇筒 太有钱了 太恐怖了 寺庙盖的 都是几亿几亿的 突然的 就是因为有钱 但是我认为 是好也是不好 因为有些人 就会沾染到 没有空性的人 你去一个 有钱 有地位的地方 你马上 那个恶心 就会陷起来 会抢那个地方 所以我想 对某些人 是不适合的 所以经典说 没有空性的人 你让他做主管 做会长 做主持 那就要推他下地狱 因为他会去 执着这些东西 这一点要小心 所以我认为 因为不景气 借这个机会来反省 来修行 来忏悔 这个是非常好的 释迦牟尼佛 也是因为逆境 他才会修行 逆境 在佛陀 很多的这些修行者 都是在逆境 等他到一个阶段 还感觉到痛苦 甚至有一些失望 他才会进入一种觉醒 因为往外求了 是苦了 他才会往内 才会看到真理 所以我认为 公私不景气 反而是修行的助缘 这个比较重要 等他心态正确了 再来赚钱 心态正确了 赚到了钱 他做的事情 不是为名为利在做 虽然有些有钱人 开了很多老人院 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但是却非常的执着 对他也没用 他不过是做了一点 人天福报 这个人天福报 将来还是会堕落的 如果他能够有真实的 出力心 悲心 才是比较圆满 当然这样是 祈愿回向 再来如何能做各种超度 又同时能保持空性 所谓自波罗蜜 就是说 各位你在做放生 念佛 超度 焉供 最后还要回归三轮体空 一开始就要了 你要关空 从空里面而产生的妙玉 等等 从空里面我们变成本尊 所有众生也进入空性 脱离轨道地狱道 然后 所以 但是你要得到空性 得到究竟不能够离开方便 你说那我也不要供花 也不要供灯 也不要做焉供 你就想正空性 那也不可能的 特别我们大乘的空性 是不离众生世界的 你必须要接触众生 你才可以对众生 不失 慈悸 忍辱 等等 最后你才可以 了解空性 那佛教里面讲的 空性有两种 慧波罗蜜跟自波罗蜜 慧波罗蜜是它的本体 自波罗蜜是你懂得善巧方便 所以 慧波罗蜜有一点 你把手表都拆开了 它不是手表 万法平等 那自波罗蜜你可以把这个手表又组装而比 本来更好 那你懂得善巧方便去度众生 所以 那不是光焉供 特别焉供是特别容易 所以佛陀说供水供灯 做焉供 因为什么 水也是清澈的会蒸发掉 灯会熄灭掉 香也会熄灭掉 那你比较不会执着吧 叫三轮体空 我 物跟对方 都希望它进入空性 所以 那任何时间都 任何一种修行 以无所得为方便 这佛教里面不离开 这两个 来 方便与智慧 对 智慧是本体 这个方便 这个方便也是方法 如何达到智慧 如何帮助众生 那当然这个方便 讲的就是布施直接忍入 你要有这个方便 然后这个方便可以让你真的空性 那后面更要有善巧方便 我怎么回向 怎么发愿 利波罗密 利波罗密是如何用这个布施 可以断除你的天滩 你要 你布施 你要记住这个事情 如果你布施而忘了 是为了要断除 对智利的天滩 我只是去布施 我功德很大 我随起 我很高兴 这样你还是有个 贪的烦恼的时候 对你就没有利波罗密的应用 所以各位 你在做每一个 六度波罗密 那这每一个波罗密 要加入利波罗密来断除 方便如何达到 要发愿 今天我布施了 要达到怨波罗密 我愿所有众生都脱离贫穷 最后呢 希望这个布施也能够达到 自波罗密 要三轮提供 你要把所谓六波罗密 十波罗密也好 它都是要互相影响的 互相缘起的 所以这些观修 各位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就是说 你讲一句话 要很小心 因为每一句话 不要随便 所以各位这段时间 我希望各位修口业 二口两舌 其语妄语 你要很小心 因为有些人讲话就 很自然会去讲到别人的缺点 很自然的就 直接的去上到别人的心 很自然的就骂出来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习性 所以基本上讲 你要发菩提心 你首先要 守五戒十善业 不能有十二页 那你收到菩提心以后 又更要把这个十善业 表现到 都在菩提心的状态里面 因为修行不离开 深口意 所以这些都要很注意 所以我想保持正念 就是你对周遭的一切 包括行为动作 你都很注意 所以空性很抽象 那当然有这几天 我们会按照经典或上知识 来分析 看能不能抓到 我不是说我有空性 只是说 至少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这个 但是呢 如果还没有空性之前 先不要谈空性 先谈有会较重要 不能为了空性离开因果 你必须诸而莫说 重三空性 慢慢你才会有空性 如果你一开始说 我要天天打坐 我要正空性 也不去布施 也不去洗碗 对不对 也不需要忍辱 那你这个 这个是自私的 你也不可能达到 真正的空性 真正的偏空 所以各位要注意 你到任何道场 他强调某一个法门 而不随喜其他法门 我看你就最好 不要接近 佛法 特别大称佛教 是一切都是佛法 你不能说 我是Gadjit的 我是Limma的 我是唐蜜的 然后呢 你有这种 立宗立派的归属 对你伤害很大 我是禅宗的 那这些都是 成佛的一部分 持戒也好 禅宗也好 念佛也好 这个都是成佛的方便 那你都不能够舍弃的 但是现在的社会 有一点立中立派 甚至变成一种 他如果壮大 变成一种山头 我想对整体的佛教 帮助不大 而且对成佛也没有帮助 因为你归属我这边壮大 而且伤害到对方 看不起对方这个法门 的时候 那你就跟成佛就远了 你只是加强自己的我值而已 对帮助不大 好 有一张 在面对很多事情 法师 你会不会很烦 这个叫修行 再烦的事情来 你如何过滤 所以我经常看人家的脸色 注意我这句话 因为我在看很多人 事情一来 脸就跑出来 那个眼神就在 嘴巴就跳起来 不知道他没有在修行 这个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当然我 我只能说看看别人 想一想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讲 不见得有用 反而他更不高兴 但是自己不能这样如此 就比较重要 因为解脱靠自己 一个人愿不愿意成佛 我们没办法勉强 我们希望劝发菩提心 但是做一个善人 跟做一个菩萨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不能勉强 所以佛教说 各有各的根器 那我们只能劝 但是他不想这么做 不能勉强 但是不要让对方的不好 影响到自己 我们只能对对方 升起悲心 回向给他 所以 但是没有很烦 就没办法修行 这个事情 五卓二世 你在五卓二世 出家一天的功德 超过在极乐百年 对不对 你在五卓二世 八观摘戒一天 超过佛陀正法 出家五百年的功德 所以就是要很烦 那这个烦就代表 你还有一个 你不能够了解 顺其自然的道理 这个事情的 不顺有它的元气 身体会生病 天气会变化 都有它的因缘的 那你如何转化 这个比较重要 首先你要告诉自己 不要被这些烦的事情 干扰到你的心 那为什么会干扰到 因为你排斥 你喜欢那样 不喜欢那样 那就是起心动念 有执着 那你就会引起烦恼 那这个要自己去 愁远 不然你就会心情被影响 心情被影响 那你就没办法 保持正念 他说法师 我看你一天到晚这么忙 哪有时间读经典 忙人时间多 因为你会把握任何时间 就像我昨天 前天晚进来 哇 昨天看了很多书 前天看 今天因为时差 所以我一点半就起来看经典 看到四点半 但是对我来讲 三个钟头太重要了 很多没有看过的 终于有机会去看 但是我不能舍弃 所谓修福报 或是去累积资粮 而闭关来看经典 因为现在可以利益众生的 太多可以做了 一个简单的严格 一个简单的放生 简单的劝能吃素 这些就做不完了 陈佛也不用太急 说我现在关起门来看经典 所以我一直回向我们隔壁的闭关 我付报给他 因为一关起门来 跟世界没关系 当然搞不好 他有一个大悲心在影响世界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随喜他的功德 所以 所谓 假设你是个企业家 忙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你的吸收能力会特别强 因为你在乎 你的眼会特别尖 因为你时时刻刻在观察 这家公司这个产品怎么样 因为你要赚钱 所以你的锐利度会很强 所以一个人看经典 如果没有锐利度 然后这个经典 只是一个文字而已 对它没帮助 如果你讲我个人 我有一个比较 我认为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我只要看到真理 我就会用生命去做 这样而已 任何一句话 善知识的佛讲的经典 我就会马上按照这样去做 我不喜欢说 拿来讨论就算 那对自己才有帮助 那你经典看的越多 你就改变的越快 提升的越多 你听我们佛法越多 我们听我们佛法 是为了文师修 是为了实际去用 用在这里 身心还是面对众生 我们才要去听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让自己有敏感度 我们叫法入心 法入心产生一种行为的改变 因为你的身心改变了 你世界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让自己忙 忙于接触众生 接触母亲一样 那你这样才有足够的资粮 所以菩萨清凉月 常游必尽空 这个游就是你必须要时时刻刻 去接触众生 但是你要保持空性 唯有接触众生 你才能够在空性跟悲心里面修行 所以这些烦的事情 烦的本体也是空性 然后这个烦的事情 可以转为利益众生的方法 因为不一样的事情 不一样的境界 可以帮助不一样的众生 所以对我来讲 我现在不太固定怎么做 但是每一个时间 都是可以拿来修行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哪怕一秒钟 都喜欢去思维 佛法的道理 乃至怎么样去推动佛教 特别我们跑到欧洲 跑到英国 美国 跑到很多地方 就是希望佛法在每个地方都落根 在那边推广经典 就像说我们来这边 大家共修一两个礼拜 我想对整个荷兰 还是当地的人事物 一定会有一些帮助 我们也种下一个很好的缘分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 大乘的禅 就是动中禅 在生命里面找到不生不灭 所以这个所谓接触众生 就是慈悲 不能舍弃众生 所以大乘的修行 就是两个 念一下 不舍众生 思维空性 你不能把它切断 这个叫杯子双云 所以你等于是 你的老人院里面 有一万个老人 有一万种问题 那对你来讲 才能够不舍众生 那这一万个问题的本体 也都是空性 那虽然是空性 却有一万份的慈悲要去做 因为一万个问题 那你要两个一起 一起去做 就像今天你去做个烟供 你要观修 符合石波罗蜜 你要观修 你要把这个烟供 变成一种菩提心 变成上供下施 都圆满 那你要花一点时间 也不是说烧得香不香 味道好不好 烟好不好 那些这些都是个祝缘 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要忘了 忘了 融入于烟供 也融入于众生 这个烟供就是佛的显现 慈悲就是佛 所以你点个灯 是用菩提心 用佛的心来点灯 那灯就是佛的光 变成极乐世界 在接引众生 而并不是说 点很多灯 你就很烦 有些人一烦 脾气就不好 不要跟我讲话 我走上走上走上 当然有人找我 不受佛法的事情 我会觉得 这不应该 如果是佛法的事情 还好一点 那有些人找我是一些私事 赚钱的事 我会觉得 我会尽力回向 但是你要看世间 所以不能把事情 主题一直拉到世间法 你要提升 事实上你提升 多佛法的修行 世间法一定福报更大 各位不要 不要担心 但是有些老菩萨 我儿子要开公司 师父我一来就跟你讲 我走还在跟你讲 中间我也跟你讲 我说我背起来了 太好了 那公司名字我都背起来了 因为我知道老菩萨来 又是那一件事情 没有别的事 因为什么 执着的 老菩萨放不下儿女 放不下儿女 我就跟他说 你如果好好念佛 你儿子就发财 对不对 问题是 你要放下来念佛 他才会发财 你以担心他倒电 来念佛 我看念一念 念酒然后就倒了 他说真的吗 我说我没骗你 因为你一直在执着 那个事情 所以你要达到空性 你不能有执着 执着就是担心 担心那个事情 我会不会生病 我那个事情会不会变化 那这会伤害到 你的智慧跟悲心 那一切都只是一个 暂时的存在 所以你越关心他 你就越放下他 你才可以达到 帮助他的目的 比如说各位眼睛痛 那你现在不管你做什么 回向给所有眼睛痛的众生 为了所有眼睛痛 然后做回向 最后你会发觉 不可思议怎么好了 不能用一种担心来修行 它会乱掉 要是要转为一种空性 跟悲心来修行 这叫转障碍为 助成道的助缘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 极知境障 除了思思法门 在忏悔时 礼佛大忏悔文 金刚萨多心咒 百智民咒 还是指念其中的一种 各种方法 都是极知境障的方法 佛陀从发菩提心 到最后成佛 中间都是在 来累积质量 才消除业障 各种的方法 但是各位 你不要光用一种方法 我认为光一种 一个盖子打不开 你要悄悄打打 然后用各种方法 但是有些人说 反正一种法门 就可以消除所有业障 我认为 因为每一种 我们累节累世 所造的各种的业障 太多 不是维他命C 可以解决 维他命B的问题 你要刚好 对制道 那就有用 所以 所以为什么 三昧水灿 我一直很赞叹 乌达国师 把整部大藏经的 忏悔法门 浓缩在一起 大概面面俱到 甚至梁皇宝灿 现在还有药师 让大悲灿 太好了 我一直期望 这几天各位有机会 拜拜灿 如果你没拜过的 选那个 大家都没拜过的 这样意义更大 因为多学一种 那站在立他的思想 不是为自己 某一个业障 而在忏悔 而是 众生无边 烦恼无量 所以忏悔法门 亦无量 法门无量 四元学 这样才能够 帮助各种的众生 消除不一样的障碍 所以 千万不要有认为 哪一种比较好 不然这个就是一种 执着 就会没力量 我们要随缘修 千万不要说 我只拜百智民众 我都说好可惜 好可惜 因为大乘的经典里面 这么好的忏悔法门 为什么不修学 所以 弥勒菩萨现在 二六十中都在忏悔 你要去问弥勒菩萨 是念百智民众吗 所以 弥勒菩萨 他有 他自己虔诚的 礼拜释放佛的 忏悔方法 那我想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去了解的 而不是 光偏说 我是哪一个中派 所以我们只拜这个 这样对你会有伤害的 在你身上也看不到消业障 消业障 气色会改变 这是很明显的 就像你吃对药了 明明不痛就不痛 你还在痛怎么有效益 所以在这一点 学佛也不能太冲动 太冲动 再来 在诵经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 最大 化的得到佛法的利益 是选出 一部跟自己相应的经典 还是诵很多不好呢 比如论严经 地藏经 金刚经 无量寿经 所以你的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一样 你被卡住了 你永远要找一个 什么是最好的 然后其他我都不要念 这个还是一种私心执着 我刚刚告诉各位 每一种经典都可以帮助 各种的有缘众生 每一种经典法门 都有各种的海会菩萨 佛菩萨在加持 所以站在众生的角度 重点是动机 而不是哪一部经好 不是哪一个咒好 但是你在修这个咒的时候 的当下 那你要观想 所有声音都是咒的声音 所有的友情都变成本尊 所有的地方都是本尊的净土 那可以 因为你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但是也不是说 一个法门就可以成佛 法门无量是一个学 只是每一个法门的修行方法 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它的本尊的形象 它的仪轨内容 声音不一样而已 但是它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不因为这样而舍弃 因为有些人吃米粉 有些人要吃面 有些人要给它喂它们C等等 因为你要针对众生 所以我想一个正确的动机 来念每一部经典 很重要 因为每一部经典 都有它对峙众生烦恼 以及佛说法的因缘 受菩萨界之后 能比以前更多利益众生吗 那当然 看你有没有真心得到菩萨界 有没有正法菩提心 所以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讲 每天都要受菩萨界 就像林华生大师说的 你归三宝以后 离开家里七步 而忘了齐请三宝 那就无损你上归一界 也就是说 今天你有一个新的动机 要去东边 要去西边 都不能够离开 齐请三宝的价值 不然的话 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那个地方 那又脱离三宝 我们归三宝以后 样样事事都要齐请三宝的价值 那当然站在密寸里面 三宝的会计就是上师 那这个也是很好 但是你又不能把上师抓紧了以后 又舍弃其他的法师或是法门 那又不行 他只是让你有一个点 你念奥秘托佛 代表念十方三宝一切佛 这样可以 而对所有的佛是平等的感恩供应 而不是说 那我就念奥秘托佛 其他佛我就不要念 那你又偏执了 所以对某一些偏执的人 这种修行的方法要小心 所以基本上他要有福报 他的善知识能不能 能不能告诉他这个 不能有这样子的执着 但是时时刻刻从归一到成佛 都不离开善归一 那这两天会带着各位念 林华生大师讲了 外归一 内归一 密归一 那事实上大乘也是提这个的 只是大乘没有列出这个名字 由住持三宝到所谓的理性三宝 实相三宝 然后这个都是进入一个甚深的 就像我们说归佛能够转为菩提心 然后归佛等于归绝 那就进入了密归一了 那站在密中是归佛 然后再来变成归上师 归上师的密归叫归见 这个正见讲的就是空性 见修行 就是密的三归一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这样所以密中比显教好 那你不了解佛法 所以我想经典的传承 密序的传承 哪里真的经历论 这个都要深入了 不能偏在哪一点 所以这样来看 那我想受到菩萨界以后 如果你得到一个戒体 你会感受到百千万亿的护法在你身边 所以福经怎么说呢 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这个菩提心就像一点点的叫 叫铁光明药 这个铁光明药 可以把百千万亿的这些铁都变成黄金 只要一点点菩提心放下去 世间的所有都变黄金 但是百千万亿的黄金 没办法伤害这个 铁光明药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你用菩提心 去做事 百千万劫的业障 就像点灯好了 这个房子有一万年 是在黑暗里面 那你一点一个菩提心的灯 那一万年的黑暗 没办法消除这个小小的灯 反而这个小小的灯 可以把一万年黑暗净除掉 那所以 你要是真实的发菩提心 得到这个菩萨界 那你会发觉 你现在是在呼风唤雨 你在净化整个法界 不是光世界 你的心态时时刻刻在净化法界 你自己会有这个感受 就像你很用心的时候 天上就会出彩虹 因为你的心净化了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就彩虹就现出来了 那是因为你 就是外界的衣报 随着你的正报 所以你发菩提心的时候 你会发觉 所有的业障都消除 如果你业障没有消除 因为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怀疑经一定要看 怀疑经里面讲 发菩提心 它怎么比喻的 乃至乌珠贤菩萨 那莲花生大师 也写了22段的 菩提心的比喻 来比喻 修行的这个无道 从质量道到 无学道 那菩提心用什么样来比喻 那当然各位 这些无非都是要让我们回光返照 到底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发菩提心 在做我们一件事情 有没有把菩提心 成为成为我们的整个心态 所以为什么要讲菩提心 或讲佛性 或讲本尊 就是说你不能再用你的想法在做事 所以持行法治这句话 很好 以佛心为己心 所谓禅修 像我们这一次来这边禅修 不是在修个人解脱 属习 这个禅修就是一种 重复在重复 因为我们的 我们现在 我们的本体虽然是佛性 但是我们已经烦恼吸气 太久了 所以我们一心念佛 所谓念佛或持重 就是在用菩提心佛心 然后把凡心完全的转化掉 不然你的贪嗔是有危机来 所以你必须禅修 禅修 不离开本尊的禅修 就像各位看到 诵经或是他们密乘在修仪轨 会念得很快 打手音念得很快 打法器 它就要让你很专心 身口意整个都不离开菩提心 而且要唱的声音很 每个人都要唱 而且盖大声的时候要大声 要很专注在里面 而且你修了越多次 然后就越强烈 但是很可惜的 如果说把仪轨被熟了 但是不是修一次仪轨 就是一变菩提心 那就很浪费了 所以我经常劝人家 念阿弥陀佛 你要讲 阿弥陀佛我不生气 看你的烦恼是什么 阿弥陀佛我不爱漂亮 阿弥陀佛我不谈恋爱 你干脆念多次一点 慢慢你要 你要有一个意志在念 阿弥陀佛 你要有一个意志在念 阿弥陀佛不 而不是说执着我念几遍 而得到功德 所以曾经有个居士说 师父我已经念一亿遍了 我看什么都一样 烦恼还更重 一亿遍 水洗功德 但是他没有一亿遍的转化 喝一亿遍的水也会解渴 只能说他变成不了解这个意义 所以当然每一个法 我们要修行 要去了解 信解行政 对不对 相信了 了解了 再去修行 然后去实证到这个法的功德 那在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一定的去讨论 实修 好 大概都回答完了 这边有一张 来 法会功德 回向邱艳阳 他现在正在急救 回向所有车祸受苦者 车祸往生者 同享各项功德 所以了解佛法 就可以超越他的问题 因为一个苦难 乃至一个死亡 会让我们觉醒 所以佛教要我们思维这些无常 所以人生难得 却生死无常 就要转心向法 所以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要受菩萨界 虽然菩萨界功德很大 我们一直强调 但是你的动机 不了解 不纯正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结缘 而不是真实的发菩提心 结结缘 因为也不知道菩提心是怎么做 而且没有发出广大心 所以受了菩萨界 或是在念某一种咒语 或看某一个经典 没有发起 就会变成如此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报恩的虎狗 在农场 家家户户都会养狗 因为它们既可以帮忙探钱雇后 又能协助放羊 而附近最好的狗 当属欧文家的那三只牧羊犬 哦 欧文家的牧羊犬真是不错 你看 它们将羊群管理得 竟然有序 可不是吗 它家的狗 也是我们这里 最勇猛的狗了 那一年 它们三个 大战黑熊的事 谁不知道啊 真是了不起啊 这三只狗 竟然能把黑熊给打跑 如果我也有只 这么聪明勇猛的狗 该有多好啊 不知道它能不能卖我一只呢 卖你一只 别做梦了 那三只狗 就像它的孩子一样 欧文 它怎么舍得卖呢 欧文 的确非常喜爱 自己的三只狗 它最享受的时刻就是 每天傍晚 在屋外给它们喂食 看着它们吃饭的快乐时光 慢慢吃嘛 又没有和你们抢的 哦 哪里来的狗啊 你看它灰头土脸的样子 我看那应该是只没主人的野狗 我们的邻居们都将狗当作朋友 谁会将它丢弃呢 你快看 它正看着我们呢 这只狗看起来并不怕人 应该不是只野狗 喂 你是不是饿了 要吃东西吗 那只狗一愣 接着 它看了一眼欧文身边那三只狗 显得有些惊恐 看来 它是害怕我们家的这三只狗啊 欧文将一块食物 朝着那只狗丢了过去 那只狗被突然扔过来的食物 给吓了一跳 它就像一根绷紧之后 被释放的弹簧 以一种惊人敏捷的速度 窜到了一边 哎呀 它的动作 怎么那么敏捷呢 它刚才的动作 那是狗的动作 这动作 简直就像是一只狐狸 哦 它的动作 的确像狐狸 那只狗 确认没有危险后 片张嘴将其叼起来 然后转身跑走 通常狗得到食物后 都会在第一时间 将其吞到肚子 哪怕已经吃饱了 也会这样 而这只狗 怎么会将食物叼走呢 或许 这就是野狗和家狗的区别吧 有了这一次的接触后 那只狗 时常会出现在欧文的视线中 而欧文 每次看到它 都会给它一些食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那只狗和欧文 越走越近 但它仍保持着戒心 西马 你现在还打猎吗 老了 不打了 不过没事的时候 还是喜欢到野外四处看看 怎么了 他们怎么这么吵 听这个叫声 他们应该是发现什么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说着 它和欧文夫妻俩走了出去 欧文一出屋外 便看到那只狗 而自家的那三只狗 正朝着它不停地狂叫着 原来是它来了 那是我的朋友 你们别吓它了 来 过来吧 没事的 那只狗 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 然后谨慎地 朝欧文走了过来 可是又停了下来 然后警惕地 看着欧文身边那位老猎人 快过来啊 没事的 看来 它不认识西蒙 不敢过来啊 算了 这个家伙胆子也太小了 欧文 你有没有发现 这只狗的一些动作 有些特别 没错 它有些动作很像狐狸 对 这是一只狐狗 啊 狐狗 什么叫狐狗 狐狗这个名字 是我帮它取的 那是前年的某一天 我和朋友在野外行逛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母狐狸 哎呀 西蒙 你看 那这狐狸竟然朝我们这里跑来了 那这是要干什么 西蒙看了看那只母狐狸 它跑到距离它俩不远的地方便停了下来 接着一扭伸又朝六一个方向跑去 没跑多远又停了下来 并且还转身看着它俩 这应该是一只刚生产没多久的狐狸妈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的洞穴就在附近 既然它的洞穴就在附近的话 那它见到我们为什么不赶紧跑回洞里躲起来呢 那是因为洞里有它的孩子 它怕暴露洞穴的位置 所以想将我们引走 这些狐狸狡猾着呢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瞒不住西蒙你呀 我和它们打了一辈子交道 这点伎俩是骗不了我的 走 我们假装跟着那只狐狸 这样它才会安心 嗯 好的 不过这只狐狸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宁可自己冒险引开我们 也真是伟大 这就是母亲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 就在此时 那只母狐狸突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然后抬头朝空中看去 咦 它怎么了 西蒙顺着母狐狸的视线 也朝空中看去 只见高空中有一只鹰 它的爪子似乎还抓着什么东西 母狐狸朝着空中那只鹰 发出一声哀叫 接着便飞快地朝它那里跑去 这是怎么了 那只鹰应该是把这只狐狸的孩子给抓走了 可怜的妈妈 她原本想将我们引开 却没想到 让那只鹰给捡了便宜 西蒙和朋友看着母狐狸 一边哀叫着 一边朝那只鹰追去 然而那只鹰很快便消失在空中 不见踪影 母狐狸朝着鹰飞走的方向 不停地哀叫着 从那天起 野外便经常能听到它的哀叫 作为母亲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那当然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 不过后来它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狗 于是便将那只小狗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了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 小狗的很多动作和习性既像狗又像狐狸 所以我都叫它为狐狗 也就是说 所谓的狐狗 其实就是一只狗 只不过它是由狐狸养大的 没错 你们发现了没有 它身上既有狗的习性 又有狐狸的习性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有一点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每次丢给它食物 它都要叼走呢 不管是狗还是狐狸 它们都没有储藏食物的习惯呢 哦 你是说它储藏食物 是啊 每次我丢给它食物 它都不会当场吃掉 而是叼走跑掉 哦 这的确是有点奇怪 现在天越来越冷了 它在野外想要寻找到食物是很困难的 按理说得到食物后 它应该立刻吃进肚子里才对 可不是吗 每次它来的时候 肚子都是饿得扁扁的 看得出来 应该是实在找不到食物 才来寻求帮助的 可得到食物了却不吃 这点我实在想不通 欧文 下次它再来的时候 你偷偷跟着它 看看它究竟将那些食物 藏到哪里去了 嗯 我会去一探究竟的 几天后 那只狐狗又一次出现在了欧文面前 哦 它终于又出现了 过来吧 我这儿有好吃的 那只狐狗四下看了看 它没有发现欧文养的那三只狗 于是便放心地走了过来 摇起了尾巴 还会摇尾巴 你现在越来越像狗了 来 我这儿有好吃的 看你瘦的 都皮包骨了 这种天气很难找到食物吧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找不到食物就来我这里 它还是要将食物带走啊 今天我要跟着看看这家伙 将食物都带到哪里去了 欧文一路上跟着那只狐狗 但在一弯处 狐狗一转身就消失不见了 怎么回事 它跑哪里去了 真是奇怪 它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它不会钻进那个洞里了吧 好大的骚味 这是个狐狸洞啊 欧文话音刚落 那只狐狗一下子从洞里钻了出来 它呲着牙朝着欧文发出威胁的呜呜声 你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我刚给了你食物 你就不认我了吗 狐狗依旧朝着欧文发出阵阵威胁声 这时候洞里传来了狐狸一声微弱的叫声 接着一只母狐狸从洞里钻了出来 狐狗急猛转身朝其轻轻地叫着 然后伸出舌头舔着它的毛发 那只母狐狸看了欧文一眼 然后缩回洞里 但很快又从洞里出来 而且嘴里还叼着狐狗带回来的食物 它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然后朝着欧文发出一声哀叫 似乎是在恳求欧文放过它俩 原来如此 我每次给狐狗的食物 它并不是叼走藏了起来 而是带回来给这只母狐狸吃啊 它看了那只狐狗一眼 母狐狸一看到欧文在看狐狗 于是又放出一声哀叫 并且用鼻子把那食物往欧文面前推了推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你吃吧 说着 它将随身带的一些食物 也朝它俩那里扔了过去 狐狗和母狐狸愣了一下 狐狗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闻了闻 这些都给你们 放心吃吧 以后没有食物 还是来找我 我会帮你们多准备一些的